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民意频道民意论坛这个节目 我们大家都知道南投县是以农立县 所以我们的农做的面积是非常宽的 那我们占的应该是七八成有吧 有这么多的农地吧 这因为我们都三为主嘛 那我们都做农的会比较多 那我们大概都知道说做农以前过去的一个跟做模式 就是厨房式的 它很少用到化学肥料 很少用到农药 但是气候的变迁在大自然环境的改变之下 现在好像因为病虫害特别多 因为气温的不平均 而造成很多的病虫害 以及很多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必须要用到农药或是化学肥料才有一些收成 在这样一个我们以农作为主的农友们 如果没有靠这些 我想一年的心血就没有了 可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用了这些农药 用了这些化学肥料 到底对人体以及对环境的伤害 到底会有多少呢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用药与用肥料的观念 给我们所有的农友们 但不是说都不可以用 那我想要让农友首先了解到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来推广农药的减量 那能够达到友善耕作爱护环境的目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在整个到目前为止 南投县是以农利县 所以很多的夏季蔬菜 很多的水果在南投县都非常非常的出名 很多的想到要吃好吃的水果 好吃的蔬菜都想到南投县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些蔬菜那么漂亮 到底有没有用农药 会不会影响健康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这样的主题 在探讨这个主题之前呢 先请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一段新闻影片 近几年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农药减量 及无独农作物等 希望藉由农民开始爱护环境 及给消费者健康的安全农产品 农委会因此推动农药减量 产销履历及友善耕作等方式 台中农改厂植物保护研究士博士 邵家宏希望农民也能为爱护环境出一份心力 农委会目前推动到 我们这个农产品的追踪履历 还有包括农药减量的政策 就是希望各位乡亲各位农友 大家来到三天 这个友善环境的政策 就是可以提供一些保护的方便 可以对我们的环境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尤其这个肥料 还有一个尤其这个房地的 一些复合性的肥料 还有一个生物性的房地 白糖的住宅 这都是可以提供保护 让我们各位农友 可以对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的产 如何可以永续来利用 几年前有一批 外销到日本的茶叶 因为农药超标而被退回台湾 造成了许多损失 县议员陈寒利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要从源头把关 以减少农药残留 及对土地的伤害 那最主要就是针对于就是说 我们南投县呢是以农立宪 那在前几年呢 因为这个农药呢 不当的使用呢 那造成就是说我们整批 大概四千多公斤的这些茶叶 出口到日本去呢被退回来 那为了避免这些情形来发生呢 我们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呢 一定要尽到最大的责任呢 从源头的这个农药 到农民的辅导 到消费者的心态 要一条农的呢 如何来帮助这些农民呢 来怎么样正确的来使用农药 跟化学肥料呢 减少对这个土地的危害 曾正言议员希望农民 以无毒农产品的方式 种植并贩售 并也希望参观单位 能多多补足农民 让农民有更多的心力 种出健康无毒的农产品 让民众适得健康又安心 就是要我们的农药减量 友善工作 我们的农药 在农药的时候 农药一定要减量 要做农药心 我们的安全期的素材 安全期无农药才可以推出 农药减量不仅能爱护自然环境 更能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也吃得安心 建议员们希望农民能以友善耕作 及有机种植的方式 保障大自然与身体的健康 记者陈家豪综合采访报道 从刚才的新闻影片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农友在使用农药 或是化学肥料的时候 他们的资讯来源 除了自己在可能现在 网络方面去找资料之外 大概都是因为由农药商提供 告诉他怎么使用 或是农友跟农友之间 大家去讨论说 哪一只较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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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说 哪一只较好用 哪一只较好用 就是独身我独不知道 可是造成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看农友在使用的时候 这些资讯的来源 到底够不够 我们用什么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农友 正确使用农药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减量 我想在这个减量的问题面 印度有一个 印度它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蔬菜研究所 他就出一个刊物里面 他讲到说 我们 台湾是一个全世界 农药用最多的一个 是第一名 但是这个是一个 他们研究所所研究 研究所所研究出来的 是不是真的 我就想等一下 我没有请到专家 我们再来请到专家 看他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要探讨主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十位贵宾 首先第一位是 南投市民间乡 选出来的议员陈汉立陈议员 欢迎你 主持人 我们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是 感谢陈议员 陈议员对这 非常非常的关心 在这次 我们的定议会 我们政里面 特别有提到这个区块 所以我们特别请陈议员来 来跟 我们大家来探讨一下 等一下有问题 再请教一下陈议员 接着来介绍 也是南投市民间乡 选出来的议员 曾正言 曾议员 欢迎你 陈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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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对这个農業方面 我们就出席農家的主题 農業方面 我们是真的用心在研究 是 曾议员 等一下有问题 我再请教你 我想让大家认识你一下 好不好 好 接着我们介绍是 南投县政府农业处的处长 陈瑞庆 陈处长欢迎你 主持人 现场各位嘉宾 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是 谢谢处长 处长是我们南投县里面 这个农业最高的一个指导 所以我们再请农业处处长 来 接着要介绍的是我们 台中农海厂的环保科的一个博士 我们的赵嘉宏赵博士 欢迎你 李处长 两位县议员 还有处长 还有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大家好 谢谢 感谢赵博士能够来 其实我们都担心说 我们来谈 可能谈不出一个什么结论 也搞不清楚 到底农业 农药的毒性到底多少 我们也不清楚 那现在我们农药 农事所大概都有在跟农友接触 所以更了解 我们农友到底 现在使用的农药里面 有哪些比较不适合的 或者怎么样 我想博士会最清楚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处长 您在我们南投县境内 这么多农友里面 你感觉到我们现在农药的使用情形 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是的 那主任特别提到 因为南投县内 我们主要也是以农业来立国 那主要这些农作物不管是在花卉水果或者蔬菜等等 那虽然在为了提高生产作物的这个产量 或者是病残害的一个防治等等 大概都还是会有 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冠型农法 就是传统耕作的方式 为了防治这些病丑 那多少都会有喷散农药的这种技术 但是就限内我们在所谓的农药的抽检 合格力来讲大概都还有92% 是符合这个规范的 因为毕竟这些农作物的生产 它的这个最终会回到所谓的消费者 就是人类在使用方面 那很重要的 目前大概刚刚主任特别点出来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在于就是 这些农友他在喷散农药的这些资讯 是否获得是不是很健全很通畅很完整 那很多是透过农药商这边去做推介 那我们在抽检的过程当中 也曾经发现到比较大的情形是 它的农药量 为了说要逢得效果更好 可能这个剂量没有按照它农药的指示的标准 或者是它配比的一个比例去喷洒 或者是为推荐的用药 目前大部分呈现出来大概都是 比如说农委会为核准在该项作物的那种用药 被检验出来 这种情形反而是占的比例是比较高 大概占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那以现阶段我们一直持续在跟农友 在办所谓的安全用药的讲席 当然现阶段农委会 他在从去年农委会的林主委提出就是在这十年内 我们希望能够农药减半 那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就是 跟国外的这些国家来做比较 国内我们现阶段其实一直在朝这个友善耕作 跟有机耕作的这种方式在做 当然这要有一段路很重要 但我们希望说从这个观念上慢慢去做转变 那这个部分一方面是透过辅导的一个机制 那另外现阶段农委会在推所谓的植物医生 跟我们人同样 那你今天这个作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征 要有植物医生来开这个处方签 对症下药 不要说一般人不 或者说我今天农药商推荐什么样的药剂 我就去喷洒 因为我们在媒体上面也经常看到说 有可能为了防治什么虫 所以其实在南投县境内 现在我们的农友所使用的一个用药的部分 大概资讯的部分 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个方式来源 那事实上我们整个南投县的 现在用药的部分 用药的部分 您觉得会不会过量 过量 这个可能会主观的认知 但是以现阶段来讲 官所接受的 我们县内的这些农友 大部分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农会的辅导机制 那其实农会他本身在 因为农会本身也有所谓的贩售部 也有农药的贩售 那他本身这些相关贩售的人员 每年都要参加复训 那复训的话 当下他就是要去接受 比较完整的这些农药的资讯 所以一方面 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讯息 推荐给我们的农友 所以包括在病虫癌的防治过程 那怎么样去使用更有效的 这种防治的一种方式 这类要由支援医生或者是 农会的这些相关的人员 来帮他们做介绍 非常感谢我们处长 大概跟我们整个南投县境内 现在农友所使用的一个 做一个叙述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那我要请教一下陈远 就您在南投市民间来讲 其实周围有茶叶最多 凤梨 这些随意蔬果都有 那依您的看法 其他乡镇你也跑过 您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们南投县的农药的使用部分 情况您大概了解多少 刚刚秘书长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 农药的使用量是全世界第一 我也觉得是不争的事实 然后尤其是这一两年 我再反映过就是说 我们今年的林金会 开得很烦 以前走到林金会的 你就听到香的声音 但是今年都完全听不到香的声 所以这个就代表说 说我们的这个农药的 这个使用的这个观念 还不是很好 尤其是政府辅导的这一方面 所以不只是在这一方面 你看我们南投 因为在这一方面辅导的不好 光是在2006年 我们的这个 我们南投很有名这个产区 那我们就是被退了 4000多公斤的茶叶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 那时候的农民就是要 买一支农药 要在那些人说 刺买 那支糖 结果那些农药 噴下去要去茶叶 那个农药大概残留两年 都没帮我收成 那这些农民他是本身 第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第二个这些损失是谁要来负担 是农药行政府还是农民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说 刚刚那个秘书长在讲 还有那个就是 那个处长在讲 就是因为我们南投 就是也是冠行农药 就是用最小的面积呢 来做最大的产量 那里面就包含用到 所谓的化学农药 还有化肥料 这个长期下来 就是说这个农药物上面产生的 这些磷酸盐啊 土壤酸性啊 那跟我们一些自来的物质吃下去 所以我常常在讲一点就是说 不管是在一个先进的国家 或者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 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急诊室 不可能像我们台湾这样的 每天都是爆满的 所以我觉得说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在 你刚刚讲的在我们南投这边的 农忍的使用率 那其实我也会害怕 因为我可以很明显的 不只是蜜蜂减少 包含连麻雀我都看不到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原因 是是 谢谢 感谢陈议员 这个请 我们曾议员 从你的看法 我们的南投館 民间啊 南投资你比较接在走 其他人也有在走 你刚刚我们南投館所使用的 化学肥料或者农药来讲 使用的情形 你大家有了解吗 感谢我们秘书町 在我还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 我们一定 政府要来提供 做农药减量 友善工作 那比如说 我们的农药 用过量 对我们的乡亲 他们绝对对身体绝对不好 所以说 譬如说 我们的农药有一个 一个乡亲 他就种很多 这个要做青菜 青菜他都种水晶的 种几个大地 水晶的时候 他说 没种都没農油的 他叫 蚊蚀的 吻似的 吻似栽培 吻似栽培 当然成本有点高 这方面 我希望说 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管副 我们的有关 丹尾 以及我们的 中央的时候 要将来 我们的 少年街 内对水晶 蔬菜 最方便 下去招手 当然 我们是政府 要提供 这些乌食的贷款 那些乡亲的创业 那如果水晶 蔬菜 都没農油 可以 也保障我们的身体 比较说 以默前的说 我们 刚才 我们的 陈医院说 病院的时候 都润满违反 大家身体用 就没穿 现在的感情这么多 是 是 感谢曾医院 事实上我们都了解到说 今天我们的 所有的农作物 因为我们用的模式 是一个传统耕作方式 那这样的方式 它必须要靠这些才有办法 但是我们有 有时候看到农民 农民会讲说 有矿体吃饭 天要让我们吃 我们就有 是不是 那没有我们吃 我们就没法做 所以第一个他讲到 这矿体吃饭 就是看天气 有没有下雨天晴 这气候的问题 但是 另外一层一意义 就是说 它我们用的药 到底可不可以让它收成 所以 像我自己来自于信义乡 我们看到很多的夏季蔬菜 不管是牛番茄也好 什么的 我们都看到说 这个喷药喷成这样子 到底能不能吃 我们都去思考 但是 我们了解以后 他们有送检 还是没有农药残留 这样的状况 就是短期性 短期性 就是说 他们会去换算那个时间 喷了多久 安全期都会够的 才能够给大家使用 当然 我们会有疑虑 不过 我想政府的把关 就在这里 包括着职务医生 包括着 我们所有出产的产品 怎么样去检验 能够让我们的民众 吃到健康的东西 另外 对整个土地 能够去友善 能够去保护这块土地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再请教教授 告诉我们 农药怎么样来减量 才是达到那个目的 不要离开 马上回来